以蟲蟲的視角出發 將科普知識轉化成有趣驚險的故事 花蓮慈濟學中心遺傳諮詢師 把衛教變成可愛的繪本 在寫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問了一下很多孩子的意見 會發現孩子有很多天馬行空的想像 可是這些想像把它融到這個繪本裡面 孩子聽完這個稿件的時候 他會覺得好有趣喔 這是我的idea 然後好有趣喔 這跟我們的生活很相關 有娃娃 對 把娃娃洗乾淨 新書發表會中也教導小朋友對抗沉滿的方式 像是他們最怕55度以上的熱水等等的小知識 都能在繪本中找到 他會知道說有一些衛生啊 或者是一些清潔的概念 讓他就知道說會讓他會癢啊 會什麼是因為什麼樣的東西造成的 他就會比較去注意 接著還會陸續推出小黑文 投獅等一系列的 寵寵快展繪本 希望爸媽能陪伴家中寶貝親子共讀 培養出閱讀的樂趣 帶來新聞 珍珊美知公 范呂昭 花蓮報導